为了培养我国新一代科技专才,德国科技公司斯艾普下来两年将聘请和培训约200名人工智能工程师。 斯艾普将着重栽培来自本地大学以及高等教育学府的人才,过去三个月已有将近50个职位被填补。 更多人们将会在社会社会的工作室。 AI,希望能够帮助到职位的功能。 通过企业的技术,他们应该能够做更多的事, 更加更多工作室。 但,这是一个大不, 这是让职位的职位成功能够帮助到职位成功能够的工作。 部长也同在场年轻的人工智能庄才交流 参观了斯莱普在我国研发 并在全球运用的创新人工智能方案